今天你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边境检疫在7号松绑了 但是大家更期待的是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够恢复正常的旅游呢 绝对关城中就坦言了 目前还没有看到 真正可以解封的清除步骤 而台大公卫学者陈秀熙 他就提出了 三阶段双向开放的建议 先把全世界的国家 用高中低群体免疫来做划分 首先在今年的5到6月份 可以先开放欧美国家 7 8月再开放南美洲 日本 最后再开放南非 让国人可以自由地出入境 另外只要打完三剂疫苗 并且验出抗体 返台之后就不用居家检疫 绝对中心回应会纳入参考 但是还是要根据国际的疫情 审慎思考 搭乘游艇游活 欣赏湖畔风光和下图地标 太空真塔 很多人更将它列入 一身必防清单 面对国内疫情趋缓 不少国家重启边境 台大公卫学者提出 三阶段双向解封 让台湾观光客 除了去外国旅客也进得来 首先5 6月可以先开放 高群体免疫 也就是达到70%到80%的国家 像是欧洲的冰岛丹麦 还有美国 暑下期间在开放 亚洲日本还有南美洲 最后再开南非等国 只要台湾群体免疫 维持在70% 就可以让民众自由出入境 高旅行免疫的国家 可以免除它的基减 中旅行免疫以及低旅行免疫 慢慢达到全世界都是旅行免疫的境界之下 那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开放 时程大概以每两个月两个月两个月为主 除了开边境 学者也建议只要民众打完三基疫苗 或是染疫后康复 反台当天在机场做抗体检测 只要确认带有抗体入境 不用隔离可以直接回家 但要是没有验到抗体 则是可以滚动修正简易天数 例如从现行的10加7变成5加5 如果它有抗体还存在的话 表示它没有失效 所以抗体是保证 它进来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及格 也不会引起设计的流行感染 会纳入参考 不过这个部分都还在根据 境外当时的国际的疫情 而审慎思考 对于解封规划指挥官陈中直言 目前还没有看到 真正可以解封的清除步骤 但像是第三剂疫苗击中率 国际疫情 还有落地裁剪阳性率 都会纳入参考指标 如以薄冰盛防疫情 失控蔓延 就你见过啊 太不得了